埃及航空客机MS804四天前坠落地中海 成为埃及短短半年内第三宗民航事故 除了敲响飞航安全警钟 也再度重创这个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收入同比去年明显减少三分之二 游客人次在今年首个季度就猛错一半 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旅游服务业复苏前景茫茫 埃及政府近年来致力于重振 因为政治动荡以及恐怖袭击陷入窘境的旅游业 然而上个星期却传出航空意外 令原本旧部景气的旅游业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 埃及近年首季度的游客人次 同比去年220万锐减到120万 旅游业收入从15亿美元减少到5亿 尤其是次埃及航空MS804事件后 埃及航空公司的整体销售在下跌5% 欧洲游客人次更下挫18% 其实埃及的旅游业早在2010年 爆发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已经受重创 加上去年底 俄罗斯克机坠毁在西奈半岛 到今年3月 埃及航空遭劫持等一连串 涉及航空安全问题的事件 更让埃及政府振兴旅游业的努力 付诸流水 经济分析员却认为 轰难已再重创埃及旅游业 加上恐袭阴影笼罩 时局动荡不安 政府必须更严正看待安保 旅游业陷入寒冬挣扎经营的时期 将会延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